国旅补助结束加上疫情升温 又逢旅游的淡季 观光产业是备受影响 台东的旅宿业者发起了自救活动 推出了一元暖心专案 消费者只要在同一间饭店 连续入住三晚 第三晚房价只要一块钱 目前已经有45家的业者加入响应的行列 希望能够延续国旅热 带动住房率 受到疫情冲击国旅大爆发 台东县去年暑假观光人次 单约就突破百万人 更被旅游网站评选为 最受国人喜爱的国有城市第一名 而如今进入旅游淡季 各饭店住房率明显下滑三成 为此业者祭出破天荒的优惠方案 只要一块钱就可以多住一晚 通常一月跟三月也是我们台东最淡的季节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推出 就是这一次国旅 国人最喜欢的四天三夜的活动 第三个晚上可以用一块钱入住 不分心及台东45家旅游业者 联合推出连续住两晚 再加一元就可以入住第三晚的优惠措施 等于是买二送一的概念 房积从一晚2000元到5000元以上都有 且有15间旅游饭店 不限平日或是假日入住 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三月底 但春节假期跟228廉价不适用 今年初等不到这个补助的情况下 我们大部分也只能集体来自救 来做一些行销 今年少了观光局国旅补助助工 业者设法在旅游淡季合作自救 推出优惠方案 不仅要顾春节生意 更要拉抬平日住房 希望能够留住人潮前潮 带动地方商机 谢谢下家会台东市报道